记者林兴汉新北报道,文化部长郑立军曾出席引言的台电逐机特展,涉嫌未经当事人同意截取瑞芳文史工作者林文清部落格上的清国景地图重置输出后展示,林文清今天说与台电交涉快半年,对方都未回应,将到基隆地检署案林控告台电违反著作权。 台电于2017年11月14日至2018年1月18日于台电大楼展出竹机特展,介绍太子宾馆、金瓜石神社、清朝第一口、官媒、清国景等林文清接获有人通知台电展出的清国景地图与他部落格上的清国景地图十分相似。 林文清前往查看,认为台电是盗用他部落格上的地图重置并输出后展示,但向台电反映快半年都没人理我,林文清今天在部落格上撰文,痛批台电身为国家层级的国营企业。 竟做出这种事,让郑立军等人士都蒙羞了。 历史建筑,清国景是台湾第一口官媒,但常年未受众事,还差点被卖给财团盖房子,命运多舛。 林文清说,台电在清国景保存仪式上,从未尽心尽力,连此事牌都不愿帮忙。 还举办特展大肆宣传重视文资保存,与神傲燃煤电厂案如出一册,真的是睁眼说瞎话。 林文清说,这些庞大的国营机构一再犯这样的错误,强占名产将予以提告,未来所得将本于公益取之, 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投入台电各项业务的相关考察上。